各位 现在是悉尼的8月28号晚上9点钟 我们现在已经算是正式的搬入了这个新家 现在冰箱也有 但是还没有洗衣机 刚才然后这个客厅也处于这个冷急状态 就像刚才这个视频里面展示的 然后我的室友惠子他现在正蹲坐在 蹲坐在床前打游戏 非常 非常厉害 大家应该能听见一些背景声音 就他正在打黑神话悟空 今天呢可能还会再回一趟之前住在乌龙港的旧家 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扔掉处理一下 我的毕业证他终于是搞清楚什么情况 他因为也没有留纸条直接就给送回去了 我跟学校联系了以后 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是常寄过来了 但是他给送过去 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寄 他就是找了一个借口 他是想审视 但是这个房子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吧 什么洗澡的时候浴室会漏水 明天可能会仔细的检查一下这些家具啊 设备啊有什么损坏的 conditional report里面写清楚 避免到时候搬出去的时候 这个中介以为是我们搞坏了那就凉凉了就要我们赔了 其他的好像也想不起来一些什么了就是翻家庭类 然后这算是新生活的开始吧 我可能下一期不到会做一期关于 利物浦生活的 我打算起名叫做最恶都市杠利物浦 可能是一期英文的也可能是一期中文的 或者可能一期中文一期中英文就做两期也有可能 慧子你有什么想说呢 没什么想说 慧子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说他没什么想说 他就是要干 他就是要战斗 他就是要拿下利物浦 拿下利物浦 我们一会就看热血高校 我们知道灯上停点 特别可以 然后今天风特别大 不知道什么情况 感觉要把人给吹飞了 非常恐怖 这周主要就是搬家 找地方住 然后也算是终于可以结束一周一趟悉尼的生活 住上的10thouse 我感觉啊 这一个月去往返悉尼 我们至少花了800块钱 至少 应该是你花了800块钱 我可能花了一个 我还在实习呢 我天我每周会来两趟 给你多来 然后我那两趟是刷满的 OK 那差不多 那你更 我可能市场应该有 我感觉是少80块钱 因为来回应该是20块钱 来回就20块钱吧 一张卡吧 然后我们这一个月算四周 就差不多四趟 80块钱 大概 多七八趟 我可能200块钱 还可以 往返这个 往返于沃隆港和悉尼之间 然后今天也得知了一个好朋友的消息 他成功的找到了工作 我也为他感到高兴 这是另外一个过程啊 对 我也为他感到很高兴 他 然后去那边闯荡了 如果你看见了我的视频 我觉得你应该会看吧 那也许可不会看 如果你看到的这个视频 就是他 待一个视频之后看到了 OK 也有可能 就是我 祝你一切顺利在 在另一个国家 然后 成功冲加油 加油 余下的就没有什么需要 感觉就没什么 我能想得到要汇报的事情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加油 披草 披草 对 我这个也算是正式的从 学生身份转变到 社会代业人的事 算是明天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 我就感觉我自己 可以作为一个人生标志吧 虽然说按理来说就是他发 毕业典礼那天应该算是 但是因为我没有去嘛 所以我就延长了一段时间 算上我拿到毕业证的这个时间 然后继续 我要继续努力学 打电话 继续努力投工作 然后继续加油 进步 这一期视频先到神里 就能让我们来摆开 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 就会被摆了 开心的眼睛 带来说 我们下一个视频 在前面的视频